今年五月疫情很嚴重 大家在家的時候 各位來賓有沒有想過 要學一個新的技術 或新的技能 一個興趣 可能是煮個飯也好 還是學一個新的樂器也好 而各位來賓有想過 要學習跳繩嗎 接下來這位創辦人厲害了 香港跳繩代表隊出身 秉持著他對跳繩的熱愛 讓我們聽聽他的故事吧 我們歡迎遠從香港 線上參加我們活動的 Roju創辦人Pak 歡迎Pak 大家好 我是Pak Roju的創辦人 我是一名跳繩國手 以及個人世界冠軍 而且創辦了自己的跳繩學校 已經六年了 相信大家小時候 都有接觸過跳繩 但是大家還有用跳繩來運動嗎 跳繩是一種非常高效能的運動 燃燒的卡路里比跑步多出兩倍 把跳繩練好 其他的運動都會做得好 而且你可以隨時隨地的練習 但是你知道如何利用跳繩作為訓練嗎 這就是我創辦Roju的原因 Roju是現實世界第一個跳繩的 堅持APP 讓所有人都可以利用跳繩進行有序有效的訓練 我們專業肯定可以把最有系統的訓練 帶到所有人的口袋裡 我們個人跨的訓練計劃幫助了很多不懂得跳繩的用家 在四個星期內學習了超過20個動作 我們的Business Model是定義器以及電子商務 Wooji的MVP在iOS上線以來 我們在三個月累積了1800個下載 以及透過線上售賣跳繩6000美元的收益 最重要的 這次都是organic的 這些影片都是我們收集了全球用戶 在練習我們APP內的花式組合 我們希望可以參照一個全新的健身潮流 追上CrossFit的發展模式 在下年到 我們將會推出線上實體跳繩課程 以及教練征書 讓我們的專業更有系統的發展 我們正在尋找商業夥伴 希望在台灣發展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請聯絡我們 謝謝 原來跳繩有這麼多好處 那我剛好有一個問題想要問問Pak 就是為什麼會想要進來台灣這個市場 是不是台灣人對跳繩 也有一些特別不一樣的想法呢 請教Pak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台灣 之前也有跟台灣的運動員做過一些web shop訓練 而且跳繩也是台灣前幾年開始興起的運動 尤其是在今年台灣lockdown的時間 我們的Instagram YouTube都有很多台灣人 可以inbox我們 問我們有關APP 有沒有線上課程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都想用我們的經驗 可以幫助台灣發展這個運動 原來是這樣 我們謝謝Pak 我們謝謝Pak 拍攝 謝謝Pak 謝謝Pak